三點隨在一個忍者的哲哲字念祖 祖之祖之博物館 那它外面有一個矽日之棧橋 是最長的棧橋 日本最長的棧橋 那這樣的海洋很漂亮 那這個管山灣又稱為靜之博物館 因為它夕陽的時候可以像靜子一樣 那剛剛博物館出來就是這個 西日之棧橋 然後剛剛我們也有看到那個什麼 裡面有日本三大團善 就是這邊二樓 剛剛因為它一直講我是沒有時間拍 先進來拍一下 日本三大團善 有這個四國的完歸團善 還有這裡的房舟團善 還有一個京都的團善 那聽說老師傅已經國事了 有一些工法 現在無法傳承 然後聽說這邊的體驗很便宜 只要一千五百日幣就可以自己做一個團善 那有興趣的再來 那有個參法就是 把所有景點塞在兩天裡面 所以比較趕 那這個外面的景色就很漂亮 那這個外面的景色就很漂亮 外面就是剛剛來的這個 西日之棧橋 哇這看海很漂亮 然後前方就富士山 用肉園看很清楚 但是拍起來不是很清楚 好 這邊是海鮮餐廳 這裡是海鮮餐廳 對有遺漏地山有日本式的都有 好 我再拍一下富士山 到下面是中部重 來到日本 前方就是富士山 前方就是富士山 好